再來的話,反正你將來養成好習慣 以後如果你要錄製去期的話 我建議第一個你先彩排 有沒有,再去錄製 那錄製完之後請你找一下 比如說我放在Module 3 那當然可能Module 2啦 反正名稱不管啦 你就找不到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盡可能 請你在上面 每一行的上面加一下註解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會發現你將來過一段時間之後 回來看這個劇集也會非常的清楚 而且以後如果說你不用錄的 你要把底下的程式貼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重新組合也可以喔 所以我一直強調 其實錄製劇集是學習VBA的一個過程 當然你未來如果錄的已經很熟練了 你說老師那我大概都知道了 他可能會幫我錄什麼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寫 可以的 另外的話呢 錄製劇集 跟自己寫什麼差別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我自己寫的話 有很多行字都可以刪掉的 比如說呢 我這個叫插入藍聚集好了 如果我今天改成VBA啦 比如說我這個我要把它精簡 我拿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好了 如果我要精簡 我就不要後面聚集兩個字就把它拿掉 因為那個SUB名稱在同個模組裡面不能一樣的 所以如果名稱一樣的話 那請你把它改一下 所以上面叫劇集好了 我剛剛好像錄的時候沒有加 那你說老師沒有加我現在可不可以加 可以 沒有問題 反正他錄下來的東西會自動給你一個名稱 反正很好記 他叫SUB開頭 後面就是他的名稱 你叫他是劇集也是劇集 你叫他是VBA也是VBA 所以其實VBA跟劇集 理論上是同樣的東西啦 差別是說 劇集是Excel幫你寫出來的 那VBA是你自己寫出來的 差別大概是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底下這個就是我自己寫的 那我要 如果要改的話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我將來要改的話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比如說第一行跟第二行 其實一行就好了 如果我來寫的話 我會寫這樣 我要在這邊插入一欄對不對 所以我會把它改成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點select跟selection 我會把它delete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select就是一個動作 它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有沒有select嘛 是一個動作 selection 是一個什麼 最終的選取區 選取動作 選取區 那實際上 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自己寫的話 我直接這樣寫就好了 在columnd.select 然後select的話 理論上後面都不用加參數 因為呢 反正就插入一欄就OK了 所以以後就蠻好記的 我要在這邊插入一欄喔 假設我這邊把它 所以第一行跟第二行可以變成一行 很簡單敘述就是columnd.se 物件有沒有 哪一個地方要插入欄啊 我要在第一欄插入欄 所以點select就可以了 這樣蠻好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刪除呢 很簡單 點什麼 所以如果要刪除呢 你應該可以刪除呢 對 delete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要刪哪一欄 那你就是點delete 然後如果你只要刪某一欄 那你就D欄 也就是說老師那如果要刪DEF呢 很簡單嘛 D冒號什麼 F就好了 他就幫你把DEF 直接就刪掉了 這個是音色式 所以如果D到F 點音色的話 它就會插入三欄 應該可以理解,順便學一下Column實物件 如果我來寫的話應該是寫這樣 我先插入一欄 再來的話我要把這個年寫到這個D1裡面去 所以我其實一樣,概念都一樣 其實可以點slate這個 其實這個也是這樣,你點slate之後 因為只有選一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是叫selection 那可是為什麼這邊叫active sale 道理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是選了一個範圍 它叫selection 如果你是選一個儲存格 它就是active sale就是儲存格 意思是你就是只有放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就給你active sale 然後formilla就是公式 等於你,其實如果你假設這樣 其實不用寫這樣 要是我的話,我會把它說寫成這樣子 就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剛剛第三跟第四行 其實你如果自己寫的話 就寫這樣就好了 就是意思把那個D1裡面放個年這個字進去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 然後再來的話呢 所以這個可以改一下 第二個,輸入年 然後第三個 就是 不過其實游標 如果你寫程式的話 就不用刻意把游標放進去 其實就輸入公式 那如果第五、第六 其實也可以這樣 把這個 delete 掉 這樣也可以 把它放進去 這個公式 放到第二裡面去 另外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你說這個RC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為什麼中瓜弧-1啊 其實跟各位講 這邊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OK 然後-1的話呢 意思是說 它原... R後面沒有的話 就是原來的列 可以 然後呢 C後面如果有中瓜弧-1 表示向左 向左一欄的意思 如果是正1就向右啦 不過跟各位講 我個人是非常不喜歡用R1、C1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是給電腦看的 如果是給你看 我跟各位講啦 很簡單 你就直接放你看得懂的這個公式就可以啦 所以其實 把這個公式... 如果你要改的話 就直接把它改這個啦 我把它改在... 我先把它直接貼到後面好了 這樣先不要刪掉 因為這樣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 剛剛R1... R3-1 應該看得懂這個意思吧 其實這個東西 就指的是這個啦 但問題喔 你還要去算說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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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現在所在位置這裡 然後呢... 算了 這個... 這個你就不要去理... 也不用去理解啦 因為這個說真的 你去理解 因為每次光看到R1、C1 我自己頭都暈了 所以我... 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這個可以跳過啦 但如果你... 假設你... 你的那個... 大腦的邏輯喔 比較適合R1 每萬一你再去了解 我會跟你... R就是列啦 C就是藍 然後看怎麼樣去跳動的大概意思的 OK 其實應該是指的是這邊啦 指的是這邊抓資料過來的意思啦 就是指的是C2啦 OK喔 大概是這樣 那我把它改成這樣就可以了 改成後面這個 意思就是說我把公式放進去 欸...這樣應該比較好理解吧 那... 特別之外 剛剛... 第一種是我們錄製的 那第二種是自己寫的 那你說老師那將來是不是一定要改 沒有啦 你你... 你高興你如果覺得你看得懂 然後執行沒問題 那就OK了 最後的話呢 對面相下填滿喔 其實就是... 跟各位講啦 其實這個... 就是最後這個選舉 這個根本不需要 因為它最要多一個選舉的動作 那這一行 其實理論上是真的可以刪掉了 沒問題 那只是說這個Selection 實際上就是 有Select才有Selection 所以這個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呢 你要填滿... 你就"... 其實這個Selection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Range D2的儲存格放在這裡 意思是把D2的儲存格向下填滿的意思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然後填滿的範圍呢 就是指的是D2到D3526 好,沒問題就改完了啦 所以主要是比較一下 如果上面是原來你錄的 然後如果我自己要變動的話 我是一定會把它改成下面的 應該知道大概差異吧 所以如果兩相比較的話 這一個變成這樣子 簡單多了,有沒有 那這一個就是變成輸入年就好了 等於年就好了,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這個的話就不要用R1、C1 直接就輸入這個公式進去 然後AutoFill這個本來是Selection 把它改成D2 那你說執行結果不OK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先把這一欄一定要先刪掉 因為如果不刪,它會變多一欄 然後按F8好了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因為如果假設你很熟 你就直接RUN它OK 但是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可以記一下這個快速鍵 叫F8 OK 然後你就是按一下它再動一下 有沒有 等於是D欄的地方插入一欄 OK 按F8 有沒有 OK 你看一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不是我要的 你說老師那如果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倒車 怎麼樣倒車 比如說 剛剛寫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 假如說你錯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應該是 要在D欄的地方插入 結果你反而在C欄的地方插 很像剛剛好 假設我做錯 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要讓程式倒車很簡單 這邊不是有小黃色箭頭對不對 你可以按住不要放往上拉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VPA的除塑環境還是滿好的 因為用過這麼多環境很少可以倒車的 OK 那倒車什麼意思 你可以再按F8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執行這一行 它就會出現這個結果 OK 你說不對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還可以再倒車啦 反正我示意一下 如果你要倒車的話 把它改正確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往上拉 然後再按F8 這個方式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以後寫錯程式 你還可以反悔 可以一邊執行 然後一邊修改 OK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是這樣寫程式的 我就不用急 不然有時候 像寫一些其他語言 像Python ROM的 你也可以除錯 可以慢慢跑 可是問題它沒這麼方便 而且沒有辦法倒車 理論上我用了很多 Python的開發環境 沒有其實好用啦 OK 但是這樣講 有的人可能 我是覺得 我用這個其實還滿順手的 這個功能 其實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那我們來ROM一下 插入一欄對不對 然後把黏這個字 放到D1裡面去 有沒有 然後再把公式放到D2裡面去 然後再幫我把它向下填滿 針對這個儲存格 向下填滿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後面當然我們還要再寫出 區的部分 有沒有 在這邊加一個區 然後把區抓過來 向下填滿 那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還要再 再錄一個劇集嗎 其實 如果你假設 你會寫這個的話 那是不是你乾脆 就直接拿這個來改 就可以再插入一個區的什麼呢 程式 那你就等於插入兩欄就OK 寫在下面就好啦 對齁 所以如果你會寫下面的 上面其實就可以不用了 OK 如果你說老師我想要再練習 OK啦 反正你就試試看齁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如果假設你擔心會跟不上 我看一下 在這裡 就這一段 OK 那只是說 我有多做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這個地方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地方 後面是加多少 D的 有沒有 有一個數字叫 3526 你說老師那3526 如果將來這個數字會變動 因為將來如果資料會變多嘛 有沒有 每個月可能會更新嘛 那如果更新的話 他就不會是3526 那怎麼辦 你說老師那我還要自己看 然後自己改程式 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多做了一個改變 什麼改變 可以讓他自動去追蹤 OK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追蹤 其實很重要 我是建議可以 其實原理很簡單 原理就是說 我將來我要怎麼知道 是這個數字 一般的習慣是 會游標放在A1 然後按下那個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的話 會得到這個列現在的數字 3526 然後把它返還回來 放在那個位置上面去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呢 你希望自動追蹤到你要的位置的話 大概就把它改一下 那個改的結果 我是已經把它寫在雲端上了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寫 我把剛剛的動作再寫出對應的程式 就是一 請你把原來的列刪除 二的話呢 請你在雙引號右邊 空格加一個end符號 end指的就是說 我要再去串接那個列 那我要怎麼知道那個列喔 我剛剛有講喔 就是我把游標放在range 就是那個儲存格A1上面 有沒有 然後呢 我要向下追蹤的話 在VBA程式叫end end的話 有點像Ctrl鍵按住 然後 加上什麼呢 刮弧 這邊會出現 你要Ctrl向哪個方向 我要Ctrl向下 所以這邊會出現 XL down 然後刮弧一下 那我要Ctrl向下之後得到什麼呢 我要得到它目前所在的列 所以你就再打一個列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就OK 這一行 雖然看起來 短短的 可是非常關鍵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需要用到 為什麼 因為你 不可能資料都固定在那邊吧 一定會有更新的問題 所以 這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 這一行 如果你怕記不起來 可能就是再看一下 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我把它 乾脆把它底色 再Mark一下 然後自放大一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停止 OK